最近我很喜歡看一類型的影片 就是講到IG Story裡面有什麼隱藏功能 我集中了幾個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可能你們已經聽過了 又或者有些你未聽過 都歡迎你分享給你的朋友 和大家一起玩IG啦 首先很多時候我們玩IG的時候 都只可以拍一張照片就只放上網 怎樣呢?可以在IG Story裡面 選多過一張照片 首先我們可以去相片那裡 然後選你想加入的照片 然後按覆制 之後再去IG那裡 按進去貼照 這樣就可以把你想放的照片放上去 這個方法你就可以放多過一張照片 在中間按一下它就可以變成左右調轉 但是組裝完照片的時候 這張照片都未玩完 如果你想加一些GIF圖上去的話 其實都可以的 那就可以在Google上面搜尋一些 PNG或者GIF檔 選擇你喜歡的一些Sticker 那我就想加這個 狗仔屁股 然後按儲存影像 只要呢 Save之後 你就可以去你自己的圖 看到這個了 同樣用剛才的方法 複製 就可以放到你的IG那裡 我不喜歡它的背景是這樣的顏色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顏色 因為我們現在的iPhone 其實有一個Live Photo功能 怎樣可以將這張Live Photo 變成IG的Bloomerang呢 同樣我們去到我們的圖片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 我本身這張就是一張Live Photo 只要你按緊它 它就會自動把這張照片 變成一張Bloomerang的照片 好 我們再試一次 同樣這張也是一張照片 如果你這樣拉進去 其實它只會變成一張圖 你再按緊它 用力按緊它 就會變成一張動態照片 經常都看到 有些人在IG Story裡面 會有一些閃亮亮的效果 到底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先用Bloomerang拍照 盡量動得越快越好 就是將它的底色變成黑色 然後再用刷子膠在上面 點幾點 就會有一個好像閃亮亮星星的效果 同樣你這個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寫字 一個老生常談的方法就是 譬如 你打一些字上去 你可以把它整個highlight 然後變成彩虹字 我相信這個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怎麼可以將它的字體變成3D呢 只要你把它拉在這裡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3D的字體 你看上去字體就更加立體了 以上這幾個步驟 都是我看了別人的影片 然後描述出來的IG Story的秘述 又或者你們有些更新奇的 都不妨再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